大家好 我是大嘴小八 没想到抄袭败诉后 九月夕自己还觉得失望和愤怒 这脸比得有多厚啊 网友呢是会阴阳怪气的 我一直都很喜欢你的翻译作品 恰好这个时候 荣耿天后的翻译作品 你比星光美丽抬上来了 幸好啊 主演徐凯和谭松运的路人员都不错 不然真得霸掉一层皮 但是呢 他们俩路人员再好 也架不住这句图的吊渣 有个心碎呀 1.设定俗套 台词拉胯 徐凯饰演的韩婷 又是个霸总 这熟悉的装造 和城欢机里的姚志明放一起 是不是可以玩 可笑乐啦 谭松运饰演的寄星 是个搞技术的社畜 上班时被别车了 直接导致外卖小哥撞上了豪车 撞车梗啊 真是老掉牙了 一撞就刚好撞上了男主的车 而且刚好他以前还暗恋过女主 就是这么巧 虽然说九月夕的小说是测评啊 但原主里他俩本来是不认识的 有种熟男熟女的拉扯感 现在成纯爱故事 没了掉下那味儿了 不管寄星干啥 韩婷都要回忆一下 他们的青春时光 体现他有多深情 徐凯演的霸总韩婷 涉及的是医疗领域 小八严重怀疑 徐凯压根都不理解 自己说的是什么啊 不然怎么开会 读点专业术语 断句都断错了呀 后面 我会推动将东医 现有的智慧云医生 人工智能诊疗大数据语言和小白 智能机器人诊断结合起来 做智能诊疗的私人化与定制化 并且拓宽赛道 发展3D医疗打印等新型工艺 而且徐凯不仅台词履不顺 还依然拿枪拿掉 有种广谱味 不过呀 徐凯的脸这么帅 想要溺爱他的可以试试 请一观看哦 二 职场悬浮 人设割裂 求求编剧 要是没上过班 就别挑战些职场了吧 为了体现韩婷有多帅气 同事夸张地拉着寄星繁花痴 庆功宴上又没开二度都被迷住了 欣欣 你知道吗 咱们的投资人韩婷 就在顶层办公 没准能经常遇见她 想想就兴奋呢 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我相信在曾总的代理下 广华未来 你没事吧 谁家上班路上能打工人 会因为老板长得帅 就是这样的话呀 季星促成了合作 收到了对方的花 没想到 靠你啊 小姑娘 有技术 果然啊 漂亮是优势啊 你跟曾总一起去吃饭的 争得曾总的赏识啊 哪家的销售总监 张口闭口钱规则那一套啊 还是当着公司这么多员工啊 这种老油草都是很精明的 怎么会让这么多人抓住把柄嘞 如果说是为了铺垫剧情 那就更离谱了 后来 她参加公司兴奋验室 又在人来人往走廊上 性骚扰激行 生怕没人看见一样 今天穿得真好看 别喝别聊 那个 我还等着中大奖呢 那祝你抽奖 抽到大奖啊 你摸我屁股 我摸你屁股 你这是性骚扰 行了啊 你别乱说 接着倒打一耙 责怪巨星穿得满领服太暴露 态度非常嚣张 抛弃 各位啊 各位啊 都看见了啊 这个女人 穿这么暴露 明明就是她勾引我 穿这样的女人 太有心机了 她该诬陷我 你报警 季星不愿意大事化小 申请叫监控 招着总监的脸一下子就变了 姨父 不知道这么大的夜会上 有监控的感觉呢 结果呢 监控被花遮挡了 看不见 不得不说啊 谭松韵的演技还是很好的 销售总监变本加厉 还要让季星给她道歉时 她难以置信 又倔强委屈 眼睛红红的 我就是被冤枉的 警察同志 我现在就要告 季星他诽谤我 损坏我的命运 你 本来呀 影视剧聚焦职场性骚扰是好事 但这部剧里 确实为了展现男主有多厉害 韩婷让助理按照她说的办 用本来没有安装摄像头的服务机器人 来炸销售总监 之前咄咄逼人 调监控都嚣张跋扈的人 居然一下子害怕了 这人设也太割裂了吧 你就按照我说的办就行 好的老板 虽然我没有看清 可这个酒店有服务机器人 内置摄像头 应该将季星小姐被骚扰的场景 全部拍摄下来吧 这不可能吧 我也通知公司的技术人员 去调监控视频了 你到底有没有骚扰季星 如果有的话 最好立刻道歉 等监控视频摆在你面前 就不只是撒谎 这么简单了 已经按照您说的办法 把助理给炸出来了 怎么样 男主的气场隔空追求他了吗 三 爱女 是他的谎言 实际辞进到飞体 女主被性骚扰了 猥琐男被开除受罚了 谁能想到 季星作为受害者 还被全公司的人孤立了呢 你比星光美丽 这是什么离谱的剧情啊 被性骚扰的第二天 经常抢季星功劳的同事 对他冷嘲热讽 连跟季星要好的同事 都不敢和他说话 只能靠发短信 私下偷摸的给他透露消息 人安医院的小赵总 前几天不是送了你花吗 昨天韩总的特助又那样帮你 就有人在那网上说 说了些关于你的话 挺难听的 原来 季星是不是造上黄瑶了 明明自己是受害者 却像犯了错一样 反而要避风口 多荒谬啊 更荒谬的是 这句慈敬味太浓了 和以爱为赢 简直不分伯众 白鹿在剧的嘴脸 大家还记得吧 我要是靠美色型工作之变 你以为你还能好好地站在我面前 跟我说这种话 你穿什么穿啊 这句能和他一较高下 多分了他俩是同一个编剧 别人呢 还真写不出那味呢 同事八卦季星和男主韩平的关系时 被喜活韩平的女上司 曾迪听见了 对啊就是 莫兰这个死丫头啊 还又开始搞虚咯 本来 他之前看见韩平 为季星解围就有点在意 没想到 现在发现 他俩不断传乱绯闻 大学时还有过交集 曾总这个嫉妒心 曾曾曾的往上冒啊 必须要给女主使点绊子 之前在公司性工业上 季星被性骚扰了 他只想着 不要闹大 其实您人 现在摔到大了 他就仗着季星被性色的事 做文章 说人家风评不好 暗示下属 刁难季星 你们部门那个季星 最近风评好像不太好 你为公司的付出 我都看在眼里 总不能因为手下一个兵不服管教 就把责任都归在你头上吧 在管理手下员工这件事情上 你确实应该多想点办法 季星作为一个核心技术人员 因为上司爱搞雌劲 就不被重用了 哦 原来你们科技公司 都是JUBO儿戏的呀 季星 一会儿被安排出外勤 维护检修 一会儿又被安排组织数据核算 一会儿还让他下枪做市场 总之呢 就是不让他好过 本来是屎半子 没想到季星自己争气 出外勤时呢 紧急修复故障 立了大功一件 受曾总暗示 刁难他的总监 也肯定了季星的能力 把他派到新港医院去 居然还在韩总面前立了个功 不过这样来看呀 季星的能力确实很强 结果曾总呢 还是要继续针对季星 鸡蛋里挑骨头 甚至还点拨下属 季星太出色 会让他的总监职位不保 有时候手下人有上进心呢 是好事 但要是爬得太快了 很可能会影响你自己的威治哦 到底是谁家的老板 不喜欢员工有上进心呢 季星去找曾总还要公道 而他当然不会管这个事了 还PUA季星 季星 如果你是因为陈松霖帮助磊打了原厂 而心怀不满 对面有些太小气了吧 况且助磊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你就没必要迁怒于他人了 我知道你能力突出 但公司也给了你发展的空间 我希望你眼光放得长远一些 要清楚 不是每个公司 都能让你做你喜欢的事 就是一句话 恶心 一个老板混到这个地位 还要为了一个自己爱恋的男人 给员工频繁穿小鞋 这样此劲真都活虑吗 后面几集的剧情呢 都比较百开水了啊 主要讲的就是 即兴辞职和学弟创业的事 不过这剧啊 是属于看前面 就能猜到后面的剧情 呃没有什么悬念 男友邵逸臣不看好他创业 肯定会因为这事分手 闺蜜魏秋子又暗绰绰的 对邵逸臣有好感 估计后面呢也会被刺他 而且小八必须吐槽一下 这部剧的导演 跟谭宗敬有仇吧 专门打着他的全身镜头拍 本来挺好看的一套造型 这给人家拍的土味十足 看起来像55分 这部剧呢 算是全靠许凯的颜值 谭宗敬的抗剧体质撑起来了 剧情要么就是有槽点 要么就是俗套很平淡 而且许凯和谭宗敬的感情线 还没发展起来 CP感没那么强 要是之后能像路透的 婚纱豹一样好磕 就算剧情起不来 也还是有可能出圈的 记得一键三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